樓市于家式阴霾下售额 数年前往市期间开售的豪宅新盘 近期分六大额涉样 其中 何文田浩田一伙四房大宅缸以4980万售出 原业主四年 竟涉予1300万元 料为屋苑两年来最大额选手成交 何文田浩田八月份手中成交即涉 消息指 该屋苑六座高层美室四房户 实用面积1477尺 单位可享山景 刚以4980万元连一个车位沽出 实用尺价33717元 据悉 原业主于2018年2月以5670万一手买入单位 同年4月再宅350万扣入车位 入价合共6020万元 今年初该业主以5680万元连车位放售物业 为市场罚人文津 现累劈700万才获承接 持货紧四年半 账面贬值1040万元 涉幅达17.3% 联集费料涉予1330万元 为屋苑两年来最大额涉样个案 2014年开卖的北角柏奥山亦六具额涉样 成家为一座高层美室四房单位 实用面积1483尺 可远跳海景 开价4888万元 消息只减至4850万连一个车位卖出 实用尺价32704元 据资料 原业主于2014年11月7 的5289.6万元向发展商买入上指 另以320万扣入地下一个车位 总入价共5609.6万元 现持货予7年沽出 账面竞涉759.6万元 涉幅达13.5% 联集费估计损损损损损1千万元 前年入伙的何文田 军玉峰在有业主选手 单位为低层气室 实用面积257尺 消息指以630万沽出 实用尺价24514元 原业主2019年以693.74万一手扣入 三年涨涉63.74万或9.2% 联集费料亏损约96万元 另边商 屯门新盘低价推售冻结大批客源 新界西二手价量齐跌 中原地产副区域營业经理 新近获另一名买家以590万元承接 教员先造价低35万元 楼价跌幅5.6% 中原地产副区域公佛 770万区域的 中原地产副区域麟均